那說到無望之災 我其實之前有遇過一個病人 其實他也是很衰 他去那個熱炒店吃東西 那吃東西吃一吃 隔壁桌在吵架 然後隔壁桌吵架就打起來 他只是坐隔壁桌而已 然後結果被警察帶來 我說你怎麼樣 這邊被砍了一刀 然後莫名其妙被咬了一口 然後咬他的那個人 也被帶到我們醫院來 咬他那個人 他頭上破了一個洞 因為被啤酒瓶砸了 就咬他那個人 看刀子其實割得其實很淺 稍微劃到而已 就封個幾針就好 可是咬他那個人說 他有 所以我那個病人就 他就說 他說他有艾滋病 是真的還是假的 然後因為其實都是 他們其實都住我們醫院附近 然後我們就看過去病史 他真的有在肝殼科拿養 那我們其實也 比較少遇到這種情形 就想說那接下來怎麼辦 那我們就先幫那個 我那個病患先抽一些血 做基礎的檢查 鼻肝 吸肝什麼的 那當然HIV也驗出去 然後我們就打電話 給肝癌科的醫師 然後討論說 他說有一個那個就是 接觸艾滋病患者 體液暴露之後 可以 那就跟他說 那怎麼吃 然後一天吃幾次這樣子 問完了之後 我就要開 就用我的碼 按下去發現 我們醫院急診醫師的碼 是不能趕這個藥物 因為他是被管制起來的 所以我後來我就跟那個患者說 沒關係 那個感染可以是 他晚上還有夜診 那我先把你這邊處理完 然後你等一下就直接到他那邊 你直接去過去找他 然後我再跟他打個電話聯絡一下 這病人其實也是很可憐 他只是在那邊吃晚餐而已 這真的很可憐 被這個戳擊 而且你知道嗎 這個東西不是你現在醫院 所以他可能要過一段時間 都要回來 可是那個心理壓力 已經是每天都在那邊 對不對 為什麼一開始人家不肯癌 因為很多病 新的疾病不斷地在產生 然後在產生的過程當中 他像瓜哥一開始那時候 那個試劑要驗 第一個 試劑很少 所以很珍貴 再來就很 又很 那時候又很昂貴 所以他不會說讓你去 那時候就要驗 但是後來 大家覺得這事態嚴重的時候 這些東西會研發越來越普及 治療方式也會出來等等 那篩檢也會越來越快速 越來越便宜 所以就會變成說 現在沒症狀也可以驗 所以一開始那時候 並不是說他們不可以驗 那時候資源實在是太少 所以有時候也要體諒 這種醫療環境的改變 因為我們不會知道 就總覺得 發高燒的人 回來都想要驗一下 對啊 他是講了幾個症狀 你沒有你才會比較安心 對啊 那但是我要講的是 一個算是一個 也是一個悲傷的故事 就是我自己當年在當 那個住院醫師的時候 那時候急診送來一個患者 送來一個患者 那時候就是診斷二十幾歲 那就是確定是一個 胃穿孔 男性胃穿孔 胃穿孔那時候 因為是住院醫師 你就要根據那個 主治醫師的決定 用什麼方式開刀 那時候腹腔鏡 還沒那麼普遍 主治醫師說 那你就 那時候的開法就是手要 不肚子剖開 手要伸進去 病人肚子 要把石到那邊撈一撈 神經還要把它切斷 還要進去把那個 射指腸翻起來 再補等等 這些等等 所以你手這個整個就這樣 血乎乎的都在裡面這樣 然後有時候 這個所謂的手術 也會沾到一點血 好 那開完了 一個禮拜過後 醫院的感染科就打電話 來跟我說 你那天開刀有誰誰誰誰 然後我就說 我說對啊 有這些人 那還有你嘛 我說對 那陳醫師我告訴你 那個病人是一個 然後我已經這些血都碰了 你知道像我們開刀的人 有時候多多少少手 因為刷手什麼 都會有一些小小的一些傷口 對病人實在是很不能諒解 然後後來那時候 病人還沒出院 我們就問他說 你為什麼有這些東西 你到最後才講這樣 那他就說因為他那時候 因為畢竟他將近20年 前那個年代 他怕講出實情 人家都不給他硬 然後一直推他 一直推他 所以他就瞞了大家 可是問題這樣就害死大家 那所以那時候 我們就變成就是說 而且那時候的篩檢 不像現在這麼方便 而且也不知道 怎麼樣去篩檢 是比較正確的 所以那一年當中 其實我總共 第一個禮拜被抽一次學 然後每三個月抽一次學 然後大概後來 就是半年一年這樣 整整被篩檢的 那個三年左右 那時候我跟我的女 我那時候是女朋友 我是現在的太太 我回去跟他講說 你可能最近不能跟我太親嗎 我不知道 你怎麼樣 對... 因為空窗你不知道 對啊 所以其實有時候醫護人員 真的隨時都會面臨 不斷新的疾病的一個挑戰 對 而且就像這一次新萬 被感染到的醫護也一樣 其實沒有人願意自己被感染 有時候有很多很多 不得已的那種 然後隨著知識越來越普及 現在大家提到艾滋也沒那麼害怕 新冠也不如一開始大家那麼怕 大家現在只是怕它變腫 它傳染力變大 就是這樣 其實越來... 醫學越來越進步的時候 有好處是壞處 好處是我隨時就可以篩檢 像日生兄幸好你還年輕 如果你歷經過當年的SARS的話 你再被關在船上的話 你就嚇死了 因為以前在SARS的時候 你知道每天進去看病人的時候 你就覺得你能不能再出來 那種很恐慌 那時候也沒什麼篩檢 我記得我們那時候一個學長 他每天要進去的時候 好像每天出... 離開家的時候就好像要跟... 照別 對 他也不知道他進去後 還能不能再出來 因為有些人進去後 像和平院有好幾個人 進去後是再出不來了 所以那時候是很恐慌的 那當醫師本來就很辛苦 我們做心臟外科的更是如此 其實開台心臟手術 就已經6到8個小時了 所以當一個心臟 我們常講電視劇上都這樣演 拿那個電極棒 一電 心臟跳起來了 就覺得非常的開心 然後就大功告成 然後把這儀器都撤掉 但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還是什麼呢 要把那個胸骨關起來 大家看那胸骨 你自己摸一下自己前面 那胸骨是很硬的 那這個要關起來的話 我們基本上要拿個大鋼絲 那鋼絲前面蓋是一條 非常粗的一個針 一個鋼針 然後你要扶著這個胸骨 然後把那針戳進去 那我們都跟年輕人醫師講說 你看那針是彎的 你要戳進去 然後要把它轉一圈 它才可以粗得來 講是這麼容易 但有些人 怎麼擦也擦不進去 所以你要很用力 很用力以後 然後搓 戳下去 那剛好那天 我的手指頭就在下面 啪 戳一針 一出來 那個血就噴得很兇 那這是職業的傷害 但沒有辦法 這是每一個人 幾乎都會歷經的一件事 血一直噴 就下來處理 那當然這個就 一被扎針就要被通報 通報的話 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 你就要去查 病人有什麼病史 那這個病人 本來就已經有B型肝炎 然後說說 所以又被種了 那這時候 等他醒過來 你還得微柔地去問他說 我可不可以抽一點你的血 我要看看 你有沒有可能有艾滋病 什麼東西 你還要很卑微說 可不可以用你的血 因為你如果貿然地去抽他的血 去檢驗這些東西的話 還是違法的 所以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所以 因為一個小疏忽 但又不能不做的一件事情 那就乖乖地 照他剛剛一樣 三個月抽天鞋 也是要追弄 對 那我就是很怕被抽血的人 我敢幫人家打針抽血 但針一對我就 很糟糕 很糟糕的一件事 所以在最後每一次關胸骨的時候 你就很害怕 又怕那種事情 所以每一次 還好越來越資深就說 住院醫師你們關 住院醫師你們關 我們就越來越可以不用去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幾乎每個人都有中獎過 對啊 我們看過很多電影就是這樣 不小心刮破一點點 他就感染了 對不對 是 那醫院裡面各式各樣的問題 真的是蠻多的 到底還有哪些狀況是大家會心生恐懼的 來看一下 恐懼 害羞 誤會 病患求診的N種陰影 對 一個30多歲的女性 她身上 心裡這個陰影已經十多年了 就連十多年都造成她的就醫的困擾 那她來到門診是 一來就跟我說 希望包容一下 她要先講一段故事 那我就心裡有準備想說 這個病也沒辦法那麼快打發 要花點時間 一定有準備的結尾還好 我說那請說 他說醫生 這個我20多歲的時候 第一次去看婦產科 當時因為害羞 害怕 所以我就找一個婦產科的女醫師 我說很好 他說可是那一次的經驗 造成我 我說這麼嚴重 他說因為那一個女醫師 她很忙碌 她門診又大部分是小病 大部分是那種白帶 發炎 什麼裝病院去 起病院去 什麼這些小病 不是一些大病的 所以她後來就乾脆跟護理師說 你先叫上去 先上台 先不要問 我再開廚房 你就先叫下面 一次看兩個 你知道 她有兩個念診台 一次看兩個 上去上去 她就開始跟 剛前面兩個下來的人要解釋 解釋完她就上去 因為看不完 她想說她的病都是小病 結果那個病人 她是處女 重點是這樣子 她腿一般會稍微有一點髒 壓力就是會收回來 她沒注意看 她在壓嘴拿來 就放上去 那差一點弄破處女膜 就差一點弄破 但是病人剛好就很緊張 就夾住 她就說糟糕 那她當然就是趕快說 那這樣你是什麼問題 就一邊問一邊那個 因為她也是有經驗的醫師 她就化解 那這個病人當然是心裡很不痛快 然後 從此以後她非常怕內疹 一直到有一次 就是看醫師好 看到有一集我們在談這個事情 我分享一個案例就是 她這個案例是 她大學時代二十歲的時候 正巧她找我的門診 跟我講說她是第一次內診 那我說第一次的話 那我教你怎麼怎麼 她說從此以後 她二十幾年來 她那時候後來再看到 我說已經四十幾歲了 她說她都不怕內診 就完全是正向的看待這個檢查 她看到這個事情以後 她跟我說 所以醫生我鼓起勇氣來找你 我說那有什麼問題 她說我出血量 越盡量越來越大 我說那我檢查一下 她說醫生真的不會痛嗎 我說醫生是不會痛的 不過我兇死你 你兇死你也不會 她知道我在開玩笑 知道就是放輕鬆了 我就故意讓她笑一下 放輕鬆 我覺得你應該是不會痛的 那我在檢查完 她說真的差很多都不會痛 我說因為你有告訴我是第一次 所以雖然她 其實這時候她已經不是處女了 過了十幾年之後 結果她 她跟我說她跟她男朋友之間的關係 也都還好 但是一想到她壓嘴 她就覺得說 那東西這麼大這樣 不行 不行 結果我檢查完跟她說 我說你這裡面應該有長瘤 你做個超音波 我打電話跟超音波的技術員說 對你特別輕柔一點 果然都沒有什麼不舒服 那我說 對 不好意思 就是有時候醫療 就是我們看久了 就是會比較 不知道說是麻木或者是什麼 這習慣 習以為常 有時候就會忽略這些 所以說我對於第一次 去看護產科的人 如果你希望不要留下陰影的話 我建議是第一次能夠找媽媽 或者姐姐 或者是堂姐 表姐 阿姨 都沒關係 有人陪同 或者朋友都沒關係 那甚至如果你害怕 你到內診台 你想到裡面去的時候 你仍然可以問說 如果我願意讓她進來 比方說我男朋友 或者我姐姐 可以進來嗎 像我的話 我都跟她說可以 歡迎她進來 如果你接受的話 我是接受的 所以這個陰影還是 但也有必要跟醫生講說 這是我的第一次嗎 對 他可以講 應該要講 那醫生就會小心一點